玉敏白姐姐 隔空交手 八個人參選的九龍西 選情七國禁亂 令到投票率是誤區最高 黃毓民和白韻琴 全日雖然沒有碰過面 但隔空也有火藥味 即是你以他的資源 和他沒有選過 那些街站我們幾乎有的地方 我們大概都有 幾乎是 到九龍西的選民收到 民建聯那些人打電話 叫他投票給白韻琴 不需要證明出手 我是歡迎他這樣做 不過鬼屬 鬼鬼屬屬 本來我就期待 所有建債派每區都派出來選 那你突然有個對決 那如果是有的話 早點出來啦 不想我現在做到差不多要 睡下了 有傳言說 文協也有給8姐姐 不過馮劍基就說沒有這樣的事 選前的民調 毓敏和白姊姊的支持率越來越近 所以毓敏都不敢休息 全天不斷去拉票 選舉議題就是要盡快實現 一開咪,人多到警察都來趕 喂喂喂 喂喂 選情禁擊,不單止李柱銘 連維園大哥,社民連主席陶君恒 長毛都走過來支持他 爆滾琴是解剖性問題的專家 從來沒有為普選做過事,我可以見證 玉敏說,今次鼓勵了很多年輕人投票 下一步會在6月政改方案表決那天 齊齊包圍立法會抗爭 相反,鄉市派全面打壓的新界西 投票率就最低了 不過贏硬禁制的陳偉業 在荃灣就被前黨有3號候選人李世雄踩場 正是都攻略兩黨 因為攻略兩黨 全港市民,道歉 05年你支持曾蔭英權 選特首現在 不就是報警收場 規罪功能走遍 爭取普選 爭取普選 爭普選的還有這班蔡元川村民 他們幾十人一早就去投票了 港島也是強弱懸殊 陳淑莊在群星拱招下 一點都沒有放鬆 力捕投票率 新界東長武一早去禮賓府踩場 叫特首投票 返回選區後 和鄒情夾好 一人去一道 希望捕多些人來投票 最平淡的就是兩個候選人 都是目標一致的九龍東 不過為了推高投票率 傑哥喊到喉嚨都沙了 多謝了